是今天清晨突然这个强风暴雨 可以看到在高雄切定区 这个雨势非常的大 还伴随着强风 上午接近七点的时候呢 已经是有这个路数倒塌 甚至是有这个路牌被吹倒横躺在路中间 连电线也吹掉在一旁 高雄气象站在今天七点多的时候 发布了大雷雨讯息 瞬间大雨呢 也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岡山路段 几乎是看不清 而气象站呢 也表示在高雄岡山区 一个小时测得的雨量52毫米 已经达到大雨标准 雨室还是持续中民众外出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状况 细带雨具 必须注意安全